下来关注东非国家埃塞尔比亚 南部戈法县土崩的最新消息 截至目前 罹难者人数已经攀升到229人 随着救援工作迈入第二天 死亡人数预计会进一步增加 当地官员指出 这场灾难对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加上受灾区无法居住 因此当地的居民被迫离开家园 而当局也需要重新安置这些灾离 庞大的救灾工作 已经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 当地官员呼吁各造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埃塞尔比亚总理阿比 向罹难者家属质疑慰问 强调已经派遣联邦官员 前往灾区支援 打赚区支援 可护区支援 可护区支援 本签和区支援 撤区支援 庇护区支援 感谢观看